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水游线带你来看 台北民生细止线 台北市段重启规划 台北市长蒋文安 在与内湖区市长与里长有约座谈会上 表示将把地方相关的意见 转达给国产署 一一与内湖区里长打招呼听取意见 台北市长蒋文安表示 内湖区是台北市人口第二多的行政区 因此市府团队相当重视 除了争取更多企业投资内湖发展产业外 对于里长反映的学校等基础公共设施建设需求 北市府也积极回营落实 去年我们跟内湖里长们座谈的时候 里长们的提案很多我们都一一的落实 郡荣里长去年提案说 党主墙的设计美化 我们在去年十月份就完成 将内湖区市地区永续的图案 把它彩绘完 也得到市民的喜爱 另外地灵里长 去年关于台北国小校舍扩建 我们也已经正在进行都市计划变更 那希望今年 明年我们就完成规刀设计 最快明年就可以开始施工 这次座谈会一共提出18案 其中保湖里长秋显松建议 民生细子线台北市段 SB08站联合开发案 除了南北两侧都要设有出入口 更希望南侧这一块国有地能纳入公托 日照及区民活动中心等 满足地方需求 这块基地600多坪 除了说停车场的规划以外 那我们也请市政府 积极来跟相关单位来 是不是办理我们的公托 现在我们需求的 最需要的就是公托的 还有日照 还有我们的区民活动中心等等 这个社会设施 我们先前东湖停车场已经建成 他也是一个停车场用地 他可以比照来做东湖多功能的设施 据了解中央有意将这块国有地 僻建社会住宅遭到地方反对 蒋万安回应表示 北市府将站在支持地方民众需求的立场 向国有财产署转达相关意见 并请立法人李恩秀协助争取 原本的规划是中央想要盖社长 但是我们知道地方有不同的声音 那里长是希望是有一些设施进来 民众不想要有设施 我们会帮地方把这样的意见 转达给国参署 那也会表达里长在地的需求 包括希望供托啦 社服设施等相关的 这些单位机构进驻 而不是希望有设施 我们会把这样具体的意见 转达给国参署 让他们知道 那我们市府的立场就是 站在地方民众的需求 所以这个我们会具体的表达 另外位于内沟里的五分皮步道 目前包括护栏及地板约500处损坏 在地方反应下 目前已经有200处完成修复 今年也将选择两处试半 更换其他材质 来取代容易损坏的木材 北市府积极处理的做法 也获得里长肯定 我们五分皮的一个狼道 从景观改善1.0到现在 其实已经十几年 刚刚那个处长有讲到 那陆陆续续大概已经回损 大概500多处 然后就是200多处有做改善 那目前来讲 其实刚刚他讲的 其实我都不用再说了 其实我是觉得还蛮满意的 因为谢谢市长还有区长 然后就是帮我努力这一块 我们今年先找两个示范点 我们先来做一个整修 那今年我们现在正在筹编 明年度的预算 我们就会编明年一次性的预算 明年就会整体做一个整修 整建 秀湖里里长 谢明毅则关切将纳入秀湖里办公处 及区民活动中心的内湖分局 大湖派物所改进进度 对此台北市警察局方面也做出回应 警察局将在114年 编列经费来办理 这个先期规划 编列了125万元 那后续在115年 会完成委托设计的招标 并完成基本的设计 116年完成西部设计 并办理工程招标 那全案在117年开工 依据120年完成 我希望在下令的市长内 我们市长能完工 这个是我们所有 所有内务区民的需求 因为我们到海国这块 活动的很大 很大的空间 底楼很漂亮 可以观赏整个大活动的景观 脚案强调对于里长的提案 能做的市政府会马上进行 有些提案需要再做整体评估 则会跟里长好好讨论沟通 需要与里长合作 提供内务区民众 更好的生活环境 与市政服务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导 标榜着创新海上旅游项目的 澎湖轮 海上江年华游城 正式启动 交通部航港局 将澎湖轮结合在地的元素 为里岛观光 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 民众若选择搭乘邮轮 往返澎湖 现在还有不一样的乘船体验 交通部航港局 将澎湖轮结合在地表演团体 餐饮业者以及活动 让民众搭乘期间持续享乐 还有观星活动 午夜电影 精油熏香体验 互动游戏 手作艺品等丰富项目 绝对让旅客创造 崭新搭乘时光 我想大家都知道洪污轮是去年9月6号所航 整个总动位9932总顿 它是全国第一艘外观跟内装都导入美学设计的 我们说它是万顿级的内油轮 去年9月6号所航之后 表现得非常好 我想在台航公司的稳健的营运下 其实整个载客率比过去的台华轮 大幅提升了三成 我想在台航公司 还有我们各位同仁费心的规划之下 从搭船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的游程 就会让各位享受到 完全不同的海上的搭船的体验 这里面有非常多精彩 丰富的节目跟安排 那我很简单的报告举例一下 这其中有结合我们在地表演团体 像橘子依这样表演团体的乐团的表演 另外还有街头艺人在船上跟我们的旅客来做互动 另外还有在不满星空的海上 我们规划了兼具浪漫又有天文之性的一个 一个观星的天文活动 我想这个一定带给我们喜欢天文观星的游客 一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那其次呢 还有非常适合亲子活动的这个书牧师时间 还有特别安排了所谓的儿童海洋夏令 我们会通过这个夏令的活动 来介绍这个鲸豚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内容 所以它不只是这个游玩观光 还能够长知识 让我们的这个亲子的关系更加的美好 那更特别的是在我们这个副指引长的指导下 我们还有特别安排这个所谓的 精油的这个体验 还有所作坊的活动 非常适合女性的这个旅客 来这个体验跟享受 那还有非常适合我们夜猫族的午夜电影院 在我们彭湖轮的salon 有午夜电影院的安排 彭湖轮去年9月开行以来 类游轮的外观和内装设计 展现了新的传播美学 如今又和旅行社合作 配合当地观光使令集结庆活动 推出彭湖轮海上嘉年华游程 像是吉倍花火节 追风音乐灯光节 101K跳岛自行车嘉年华等三大游程 吸引不同族群来彭湖观光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搭乘彭湖轮 它的旅游是从去澎湖旅游从澎湖就开始 在船上觉得是个旅游的开始 所以这一次呢 在这个副营营长 局长 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之下 我们安排了这三次的海上嘉年华 让大家在船上呢 除了可以享受船上的 上船之前的一些音乐的表演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 不仅让大家知道彭湖轮 让大家喜欢彭湖轮 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 这个在船上跟岸上三户旅游跟 这个熊师旅游结合 大家搭乘彭湖轮到岸上以后 可以参观一些知名的景点 还有我们结合彭湖县政府的一些特殊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能够不仅 让我们彭湖轮能够能界度增加 大家喜欢搭乘 现在我们听到的口碑都是非常好 所以最近啊 到彭湖的旅游非常多元 也有开着这个跑车啊 马沙拉蒂啦 保时捷啦 登上我们那个彭湖轮 再到彭湖去旅游的 也有骑上哈雷机车 非常多的这个车友啊 相约骑上哈雷机车到彭湖轮 现在也蛮多的 我们最近旅游啊 车速就是露营车啊 也开着非常多的露营车到彭湖 那我想彭湖轮的这个 开始执行不管在交通 或者是在货物的输运 其实我认为在观光上 确实带给彭湖另外一种选择 所以其实非常多的多元的旅游 可以从彭湖轮开始 那我想彭湖管理处跟光署 我跟郭先生有推动的各项的官方旅游活动 也非常荣幸啊 这一次能够让这个 在这一次的海上嘉年华的活动啊 来提供给游客来选择 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我们结合民间业者 大家一起来促成 这样子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方案出来 其实大家都是很用心在推 这样子的一个彭湖轮 这样子的一个很精彩的游城 其实就是希望吸引更多的人 能够来搭乘彭湖轮 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可以看到彭湖轮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发展 所以今天我想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 彭湖国际海上华国际 也很高兴有这次机会 就是三趟次里面的第一趟次 应该就这个可以结合到 我们彭湖国际海上花火节的离岛场 也就是在齐备 7月28号在齐备 会释放烟火跟无人机 所以大家也许就可以搭乘彭湖轮 然后来到我们齐备来欣赏 跟体验我们彭湖国际海上花火节 那所以我们期待就是大家 我们将来有更多机会 可以跟彭湖轮来做一些合作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 彭湖更多元的这个 更丰富的彭湖之美给大家 旅客可在星期五晚上 从高雄搭乘彭湖轮夜行出发 搭配当地邮程 星期一下午再搭乘彭湖轮返回 节省住宿费 即可享受四天三夜的旅程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 唐尿病关怀基金会举办 戴东元教授科普奖的颁奖典礼 谈论唐尿病 激少症及吞咽困困难 这三本医疗科普书籍获奖 基金会表示 台湾在超高龄社会来临之际 这三件作品 期望能有助于提升高龄长者的照护职能 为了感念唐尿病关怀基金会 创办人戴东元教授 基金会今年特别设立科普奖 从52件报名作品中 选出由黄维仁医师 与蔡佳化营养师合著的 唐太宗书院唐尿病之控糖宝典 成大医院谷科部戴大为医师所著 古职疏松与基小症照护全书 以及台大医院复健科与营养师 团队合力撰写的 吞咽困难安心照护饮食全书 三件作品 成为首届戴东元教授科普奖獲奖者 这本《古职疏松记基小症整治照护全书》 其实是我集结了 在门诊的时候 很多病友问我的问题 然后把它集结下来 最后写成一本书 所以这些里面的内容 关于饮食 运动 要怎么样预防骨质疏松 都有写在书里面 那其实缘起就是因为 我的外婆 她其实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 那最后呢 在差不多十年前的时候 有一次跌倒 就造成宽部骨折 那之后呢 手术也非常顺利 可是在手术后 不到一个月之内就过世了 这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的可怕 其实我们一般人认为 可能年纪大 就会骨质疏松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骨质疏松 它是一个疾病 我们现在的慢性病呢 应该是三高一低 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跟高血糖 另外一低就是低谷密度 因为低谷密度 就会像我外婆一样 造成宽部骨折 那一旦骨折以后 就很难恢复行动能力 那你本来可以好好走路 变成是需要拿拐杖 本来可以拿拐杖行走 变成需要坐轮椅 或者是需要到看护的机构去 事实上糖尿病控制不好的人 它会造成一种是 刺发性的骨质疏松症 所以如果一旦年纪大了 或是荷尔蒙 减少了停静了以后 骨密度会流失的比较快 但如果再加上有糖尿病 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 我们骨头的结构会变异常的脆弱 所以一旦是有糖尿病 再合并骨质疏松症 那跌倒骨折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的提高 使用唐太宗 因为唐嘛 我们要把它太除掉 对 然后我们就谐音叫唐太宗 那因为我们是比较有一个 想要教育性质的意义 所以我们叫做唐太宗书院 那所以这几年来 我们这个赖群组的外交文章 我们就把它集结成册 所以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当想说 那既然是有一个古典的感觉 那我们是以前都是叫什么 宝典啊 葵花宝典什么的 那我们叫做 那我们就把它当做一个 控糖宝典 所以又有点有趣 然后又 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个书是在做什么的 就是帮病人 可以控制他的糖尿病 使用的这样子 专业医疗人士 难免会用一些 比较 比较尖色的用语 不是那么口语化的 但是事实上 糖尿病大部分也是 年龄偏大 甚至需要讲一点 比较简单的话 甚至台语等等 我们都要让病人 目的是要能够了解 那了解怎么才去实践它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说 在传递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就越简单越好 不要写太多 我们都是用非常简单 重点式的方式 让病人一听一看 就知道该怎么 重点是什么 该怎么样去运用它 我们有把大家最常见 就是觉得 我吃外食 是不是血量就已经控制不好 或是遇到各个节气 应该怎么样 那我们有把就是外食 然后不管是吃火锅 吃意大利面的餐厅 吃各式各样料理 然后还有各个节日 像端午节中秋节这些 那到底这些饮食 到底该怎么吃 其实我们都有特别收入在当中 这样子 其实糖尿病的饮食 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 不管我是自己在家里煮 或是外食 或是可能偶尔真的是想要吃一点甜点 那其实我们在书里面都有写到说 它是可以做饮食上面的一个代换 那它可以吃的安心 但是它的血糖又可以控制的稳定 基金会董事长蔡世泽表示 基金会设立科普奖 从糖尿病老人医学 以及家庭医学范畴 领选优秀作品 期盼鼓励一届后起之秀 传承戴东元教授的使命感 推广健康教育 将正确知识导入大众生活 戴东元教授的话 不只是糖尿病界的大老长老 同时也是台湾家庭医学 以及脑能医学的领头羊 或是催生者 所以我们纪念戴东元教授 最好的方法之一的话 就是发扬它在这三个领域的话 对台湾的贡献 我们今天选拔了 我们选出 从52件作品里面 我们选出了三本作品 有一本 那是我们糖尿病的作品 那糖尿病的作品 这一本的话 是一个对入门的 一个很好的指引 一个图文并茂的书籍 让大家很容易 从视觉上 就得到一个很丰富的一个讯息 第二本书的话 讲的是一个 我们现在在这个老年的社会 特別超高龄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一本书 包括基嫂跟古松的一个书 所以戴医师的话 在这里面有很详尽的一个解说 也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书 也深入浅出 第三本书更特别了 是一个台大的团队 包括互健跟营养 联合做的一本书 根据国际 对主角困难的这个标准的话 制定各种不同等级的时候 我们的食材的自备 各种各样的设计 各样的食物 这对一个照顾者来讲 甚至对照顾团队来讲 都是一个最好的参考书记 随着整个社会的 这个所谓的高龄化的话 唐友其实也 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唐友 在65岁以上 有四分之一在75岁以上 所以他们事实上所面临的 不只是血糖控制的问题 他还有他同年龄人的老年 所谓老年症候群所面对的 所需要处理的事情 这时候有很多的共病 当然也还有包括 我们的基嫂 古松等等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的话 我们对唐疗病的控制 这就不再是唯一的 或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对其他共病的处理 乃至于维持一个 很好的生活技能 可能是一个 更重要的一种诉求 2025年 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 而国人糖尿病人口 半数在65岁以上 面对高龄糖友 基金会建议医病友自身状况 与医疗团队讨论后 定定个人化的治疗目标 与治疗策略 才能维持生活品质 减少相关病发症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台北市推动污水下水道建设 已经将近50年 魏公处与新医区六亿里合作 将位于永吉路18下70弄 原本阴暗脏屋的后下 改造成人气散布的景点 晚间还有七彩灯光的效果 原本管线分杂的阴暗巷弄 摇色一变成为亮丽喜气的 红砖压花地平 这里是台北市永吉路180 70弄2号到30号间的后巷 由于原有的污水管线 已经老旧排水功能不佳 在当地六亿里里长反应下 台北市公务局卫公处 除了进行管线更新 还提供加值服务 让整个后巷患然一新 我们这边后巷的那个 魏公馆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早期可能有 有李明自己司机的馆 然后非常的脏乱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们魏公处 然后我们经过那个议员的 跟我们协调 然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美化的 这个那个后巷的美化 如果是我们管线有施工部分 有足够的后巷的长度跟宽度 那我们就会来做这个 所谓的加值的服务 那当然一个 我们希望有足够空间 至少要1.5公尺以上 然后要没有所谓的施工障碍物 那我们施工完以后 做铺面的铺借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跟所谓当地的李明 来讨论他们的那个 铺面部分希望要怎样来做恢复 我们尽可能的能符合李明的需求 那原则上我们现在后巷 大概一般都是用洗石子 来做修复 那如果像六一里这条后巷 足够宽 那我们就可以用 用那个特别的花样 来做美化 其中这个圣诞花圈logo 来自六一里里里长的创意巧思 希望行宿里内欢乐的节庆气氛 因为我们是12月份做好的 当初卫工处就问我们说 里长有什么样的构图 然后做一个里的代表 所以刚好圣诞节 我说我喜欢那个圣诞节的花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 里长设计一个这样子的图样 然后就写着我们六一里代表六一里 除了铺面美化 110公尺长的人行专用通道 还设计有50盏太阳能砍灯 宛如七星正般的足以发出七彩柔和灯光 在夜晚更为来往民众带来惊喜 里长也特别有提出一个构想 那当然也是我们施工厂商 也来跟里长的沟通 在这条后巷特别为了检验能的部分 做了太阳能的那个灯 就晚上的时候它可能会有 让住户觉得感觉上 会跟以往的后巷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们这是七彩的 七彩的 然后我是走那个七星的步 所以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吸饱了太阳能的时候 我们整条是彩色的 所以李明刚当初在施工的时候 觉得很烦很生气 可是做好了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跟我讲 里长我们的后巷好漂亮 这样的美化成果 也获得当地住户肯定 位于由美食一条街支撑的 永吉路30巷旁 更成为最新的人气散步景点 有啦 更新气 哪有没有 更漂亮 看起来也更舒服 差别很大 现在变得漂亮 而且现在晚上有人会来散步 真的啊 对啊 差很多啊 晚上要傍晚的时候差很多 就是灯很漂亮 这样 以前是怎样 以前张兮兮 而且 没有人敢来走这里啊 现在大家都 行程都会经过 超小路都会从这里就经过 未公处方面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动污水下水道 用户接管 与管区更新 也会配合地方需求 一并进行后向环境景观美化 提供市民一个明亮整洁 又安全的健康生活环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今年的文山茶笋节 结合景美集应庙 共同举办同乐派对 邀请深受小朋友欢迎的 儿童表演团队 海波儿童剧团 演出儿童剧 新闻不少亲子来看戏 还有亲子市集 行销文山茶笋产业 儿童剧 神力公主与玫瑰王子 吸引多少亲子家庭 西家带卷来看戏 引起热烈回响 还有文山茶笋 与木炸铁观音茶介绍活动 这是文山区公所 与景美集应庙 共同举办的同乐派对 大力行销文山茶笋产业 很高兴 其实景美集应庙 我从小也在这边混了 大概混到七岁 混到七岁 在夜市这边也走 我突然想起 我小时候第一个玩具 就在捷本夜市这边买了 虽然我买错了 因为那天突然停电 乱摸了一个 回去还哭了半天 所以回到这边 非常的有感情 那我们文山的茶笋节 其实是结合我们在地的产业 每年都会固定去办 那这个活动 其实是里面最有趣 也是最盛大的一个活动 因为我忘记活动的名字 叫同乐派对 一直把它记成同乐会 不好意思 不过今天就像同乐会一样 那我们等一下也会安排很多的节目 那也希望大家有一个 度过一个无快的午后 那这边也特别感谢高董事长 连续三年 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 来办这个同乐派对 那也额外的提供给我们赞助 赞助这边要特别感谢 那也现在现场有很多小朋友 上面带的叫 闪亮亮龙角法窟 这也是我们高董事长 特别安排给小朋友 那么我这个月的24号 我要到一大陆去买这个 买那个石材 石材 我们现在整地全部要整地 把它铺上这个石头 然后我跟高董事长 跟文贵报告 我们后面这两家 月底就拆掉了 拆掉 所以我们的料就呈现出来了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个产地 将来有很多用处 每一年每一天 大概都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茶笋节 我们还有增加一个特色 文山区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没有咖啡 咖啡树在哪里 文山区的咖啡树 就在海行署的后面 大概有一公顷左右 台北市唯一的茶 那个咖啡树 就是文山区 跟市的北头 两个地方有其他都没有 所以今天的特色呢 非常好 所以希望各位呢 多多的利用 多多用我们的产地 活动规划有舞台展演 茶笋介绍 以及亲子事迹 包括亲子积木体验 南区新住民关怀 据点多用文化体验 动物园 动物便便指摘活动体验等 还有小小玻璃市 其小小哈雷机车活动 让小朋友们玩的不亦乐乎 文山区在地的绿竹笋 那绿竹笋通常大家的认知里面 应该都说是巴黎跟三峡 很少人知道说我们全台北市 其实最有名的绿竹笋 就在文山区 文山区的老权力 是最厉害 因为连续六年的 台北市绿竹笋比赛都拿到冠军 首先要跟大家介绍 怎么挑选绿竹笋 我们在地的绿竹笋有三大好处 第一有厌无毒证明 第二保证是当天限裁 第三我们绝对没有做过任何的加工程序 所以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就是说以后我们尽量用我们在地 台北市出产的 尤其是文山区的绿竹笋 好吃的绿竹笋 只要是有机耕种的 有经过这些认证的 每一位笋农辛辛苦苦种的 都是好吃的 无论它长的是弯的或是直的 都一样看在你怎么料理 通常一般我们粮笋的话 当然建议就是用弯的 要注意啊 因为啊 我为什么今天要出来推广 因为所有的电视上也好 你们得到的讯息也好 所有的料理竹笋的方法 通通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文山区的农民 辛辛苦苦种出来这么好处的竹笋 经过大家不正确的料理之后 通通变成难吃的 我们采茶的话呢 我们就看到大家会戴着帽子去 田里面采茶嘛 对不对我们先采茶 然后呢 茶叶要晒太阳 晒太阳的时候 它就会有香香的味道出来 香香味道出来之后呢 因为不能一直晒太阳嘛 我们人也不能这样一直晒太阳 我们是不是会一直流汗一直流汗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就会移到室内 我们就会跑到阴凉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要冷静下来之后 我们就不会流汗了 没错 我们就会放在室内之后 我们就要搅拌 搅拌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然后我们发酵完之后 我们觉得这个味道非常好之后 我们就要把茶叶炒熟 想到我们要的味道之后 我们把茶叶炒熟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揉碾 然后就会慢慢的就是揉水培 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一直揉 一直揉之后 就是我们看到了茶叶的形状 就是圆圆的形状 有看到吗 就是你们有看过 你们有看过茶叶圆圆的形状吗 小孩子们 没有 没错 因为你现在还太小 爸爸妈妈可能帮你们喝茶 所以你们之后就会知道了 对 然后就会长成像这样子 有没有 就是茶叶变成比较干干的形状 然后之后泡出来的 就是我们喝的茶叶 那今天后面的地方 就是有茶供的部分 等一下有有讲真的 等一下也会给你们知道 对 好 那大家知道 我们在木造文餐记录 我们要去哪里喝茶 喝茶要去哪里 猫空 对 没错 北市部也借此宣道 祝您好运生育奖励金家背诵 有讲真达掀起一波热潮 民众踴躍参与 让这场派对热闹非凡 好的下得很开心我看到你了 好看到 记者沃永俊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泽泽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期盼号召更多的民众一起响应饥饿三食 帮助社区儿童和家庭转变生活脱离贫穷 从2017年Course Bazaar涌入大量难民集儿童时 世界展望会紧急回应团队 第一时间回应人道救援 Hello nice to meet you my name is Annie Hi 影片中艺人陈廷尼来到孟加拉东南方的科克斯巴扎尔 在全世界最大的难民营 近距离感受百万名罗辛亚人的生活 营内超过75%是儿童和妇女 饥饿 热 挤 缺水 缺乏隐蔽的门户就是生活日常 在当地陈廷尼看见因为长期饥饿造成营养不良 当地儿童体型明显较小 让她感到非常心疼 生活在台北对我们来说砖墙 然后一个很好的安全感的家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 但是当我们到难民营里面 你会发现那里的人口是非常密集的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概就是台北的二十分之一 但是里面容纳的却有百万名的人居住在里面 大概就是一个中山区这个大小 然后但住了几百万的人 然后呢在里面他们其实没有扎扎实实的房子 他们的房子就是可能去捡一些树枝啊 或者是竹边就用快速的方式把它这样子搭建起来 那这一次呢我们有到一位住在难民营里面的家里参访 他们家真的很小 他总共有四个小孩 然后爸爸妈妈四个小孩总共六个人 然后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有热浪来袭 其实那个体感温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移到当地可能你瞬间头发就会完全变湿 然后但是又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挤了六个人 相信那个生活起来的状况是非常不舒服的 然后在一瓶两瓶的大小里面 除了他们居住睡觉的空间 还有他们的厕所甚至他们的主食的地方 就不小心让我看到他们今天晚上的晚餐 其实就真的是如果以饭量来说 可能就是我们成人五口饭的大小 然后跟配大概三到四片的大蒜 就这样是全家人的吗 对 全家人一餐所饮食的份量 那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冲击的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然后我如何能够把我的微小的善意分享出去 然后甚至在每个人心中种下一个种子 在未来也许我们都可以成为更好的人 这个是这一趟我非常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件事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看到 我们去儿童的这个教育中心的时候 这个当下好像是我这几天过得最开心的 因为看到小朋友眼中的笑容 然后跟他们的欢乐 还有当然在这个教育中心的外面 立着一个大大的牌子 上面写Support by World Vision Taiwan 我觉得这就是透过我的眼睛 让台湾的资助者知道 原来这笔善款我们是把它用在哪里 然后这笔善款是真的可以让那名里面的小孩 得到短暂的快乐 然后他们可以在里面得到该有的笑声跟生活 所以我就抱着这个快乐的心情到到达了这个空间里面 以后发现其实小朋友 他们可能没有看过这么高的人 他们看到我刚开始是有点害怕的 他们就是距离我有一点远 然后因为我们诶 语言上面也没有这么的直接可以沟通 所以我们就透过了很多body language 然后花了一点点的时间 才终于拉近我们的距离 里面有个小孩非常可爱 他就是小酷弟都不笑 你怎么逗他 骚他痒 他就是不回应你就是不回应你 到最后就是跟他们玩了一些飞高高的 那个游戏之后 终于拉近我们的距离之后 他们才开始会愿意对我张开双手 然后我们就更进一步的沟通 结果飞了一个你知道吗 可怕的事情来了 因为你就要飞全班 对 然后大家都一直怕我会累 因为全班班只有大概二十几位小朋友 但其实我真的不累 重点不是我平常有在训练身体 重训 不是不是这样子 答案是因为他们真的太轻了 其实那个班级的小朋友 大概是我们现在学龄儿童 大概五到六岁 一般来说 他现在可能应该要二十公斤左右 但是因为他们普遍营养不良 他们的体重可能就只有十公斤 或者是更小 所以在那个近距离接触的冲击 对我来说也非常的直接 就会回想到说 前几天进入到他们真正的社区里面 看到他们家庭的那个晚餐的分量 真的那么少 所以会造就小朋友 其实在营养上面也是匮乏的 在那些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上学的路很难 温暖饱足很难 不必担心将来更难 影片中还记录了 陈婷妮到中部探访生命小斗士小敏 了解特殊状况而受议题 台湾世界展望会会长李少林表示 无论国内外灾难 意外和冲突下的脆弱生命 都是饥饿三食紧急救援对象 不要让饥饿和营养不良 夺走每一条宝贵生命 我们2024年我们一样 希望能够至少有30个国家 87项海外的人道救援 你说怎么国家少了 因为我们今年会在人道救援的 在每一项的计划中做更深入 因为现在我刚刚说 造成的原因的复合性 它没有办法立即的解决 很多的计划以前一年两年 现在被迫 它要变成三年五年 才会告一个段落 一样我们也在国内 也希望能够提高 国内特矿家庭的一个鸡蛋救助 台湾也是有风就是灾 有雨就是洪 大家还记得今年1月 小犬来雨的风灾 我们在来雨有400多个孩子 中间有一百多个家庭的屋顶 都是被吹走的 展望会就在第一线 成为他们的帮助 而后面就是各位的爱心 成为我们的支持 今年第35届的饥饿三十人道救援行动 主题为抢救奋力生存的孩子 台湾世界展望会 邀请民众即刻加入饥饿三十 与陈婷妮一同救援 国内外角落的饥饿生命 帮助社区儿童和家庭转变生活 脱离贫穷陷 建立防灾任力 创造未来的希望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在北门广场 举办北门祈福时光河仪式 市长蒋万安 文化局长蔡师平 与福星国校八名学生 写下对北门的祝福与期许 放入河中 期待下次北门修复工程时 再次开启时光河 迎接未来台北的城市发展 台北建成迈向140周年 由于这座唯一保留清代原貌的北门城门 有部分受损 市府特别规划北门修复工程 但在这之前 率先开放北门二楼 让民众亲近欣赏 这座历史悠久的国定古蹟 台北市长蒋万安 带领福星国小小小朋友 一同登上城门探索内部结构 从前因为张权听的关系 所以两个不同的处境 经常恶斗 所以最后会各走各的门 这就是后来台北会有五个城门 两个旺城的由来 所谓通就是这个 三通五瓜的构造 那种三通五瓜的构造 在以前的木结构 是非常普遍的一种作法 但是出现在城门了 就非常特殊 在有外墙 两重墙 外墙是斗篮 用来作为监视用 作为军事上的监视来用 回顾北门的风华岁月 临近的福星国小 与北门相伴走过126个年头 在祈福光河仪式中 福星国小八位学童 与市长蒋万安 文化局长蔡时平 分别写下 对北门的祝福 与未来期许 并放入祈福时光河中 期待往后再次开启光河 迎接未来台北的城市发展 希望台北 希望我们再创百年的风华 迎接下一个100年 市长是台北市的市长 所以他的格局要看得比较远 那我们是文化局 所以我们一定是从文化角度 北门可以眺望未来 北门可以眺望未来 我想从北门不单眺望 回顾了过去 我们未来也要再登北门 来眺望未来 台北建成140年 我想用一首新诗对北门说 在历史的长廊 你坚毅不拔的矗立着 见证了朝代的更迭 挺过了枪火的摧残 从灰白到有了色彩 从拥挤到有了自己的空间 独一无二的外貌 蕴藏着几千万个脚步与回忆 在这140年的光阴里 让我们一同纪念 这历史性的一天 让我们一同怀念 我们曾走过的岁月 让我们一同展望 你崭新的未来 北门登城楼活动到5月29号 彩报名制 无法登楼的民众也可以透过 现场荧幕播放北门360度环境导览探索 城楼之美 现场还有展示台北建成以来不同样貌 明星片盖印体验 让民众更认识这座历史城墙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图书馆 结合人与书资源 将书中领域名人邀请到学校 透过职业讲座 让学生学习书本外 本人分享的领域秘星 也增加互动交流的机会 提供更多职埃向度的探索 何以选择机会 台湾芋头书之父阿丛诗的神奇转折人生 在书中娓娓道来 但现在阿丛诗本人就现身在国北教大图书馆 与现场听众与学生分享领域秘星 国北教大图书馆举办达人职业讲座 让同学们从对坛分享中 汲取职人宝贵经验 因为我很爱吃蚝蚝蚝 然后就是之前知道说 那个吴师傅他其实做蚝蚝蚝 其实是很好吃很好吃 那今天他就是很高兴学校 他有办这个工作 所以一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随起电脑报名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其实还蛮特殊的 是可以进入校园 来就是有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因为毕竟在学校来讲 其实很少是可以有这种可能 例如说像是实作 或者是直接去看他 怎么样去制作这个过程 因为我喜欢听故事 然后因为我大事了 然后我想要听一些 有没有我就是希望这个讲座 就想听听看 有没有可以帮助我有一些 对未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就是感觉人生没有那么的一定 因为我们现在失陪是 占前效40% 有60%大概不是来自失陪系统 然后他们要有多元就业的需求 那传统所谓的行行出状元 我们希望学生探处各行各业 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师 就可以变成各领域顶尖的人 我们也鼓励学生都去探处 都去打开视野 图书馆去年开办职业讲座 结合人与书概念 提供一个接触真人图书馆的管道 教南遇到的这些职人作家 也能有交流互动的机会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讲座 跟透过推广这样的书 能将阿聪式这样面对人生 不屈不挠的精神 也带给所有在校 郭北较大的同学们 让他们能在这个讲座中 学习到未来我们在职场生涯中 可以透过怎么样的精神跟态度 去面对所有的艰难跟挑战 然后走出自己属于自己的道路 高丙烘培五十年 历经争吵烤培间 终点西丙半世纪 变上酸甜苦辣咸 这十几年来 也有一个感触 是业障 是死命 还是笨笨笨 咬着牙 含着泪 何苦 年屆七十再创业 真的是 人生是真的一波又一波 我都忍过来了 但是现在我也没有 不安谈 阿聪师在高丙界闯出一片天 提供听者了解天天领域 也同时汲取阿聪师 几经波折一路走来的人生历练与态度 郭北较大2005年来 由师资培育型大学 转为众和型大学 除了培育师资 也希望能提供学生更多职涯向度的探索 开办讲座 分享各领域职人经验 助学生生涯发展 带来价值观的启发与鼓励 记者许玉龙丁特宇 汪宇俊 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一辆203路线公车不迷原因车底漏油 导致沿线约一公里的道路 从新丰街、贝宁路一直到和平道的八尺门 沿线留下了一条油渍 陆续造成了10个人摔车受伤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沛林分别前往探视伤者 强调是否会负起责任 路上拉出厂长一条痕迹 这些都是公车露出的黑油 但司机却完全不知道 造成10多名机车歧视摔倒受伤 就是滑倒嘛 就是遇到油 然后就拍抖嘛 然后他就是重摔在人行道跟马路上 然后所以他单侧肋骨 就是断了七根 七根 然后七根 然后四肢都擦伤 脸部也都受伤 实际回到现场 虽然地面上已经清理完毕 但还有部分的油渍 因为路加油 加油之后要换回和平岛 路过程当中造成漏油 至于漏油的详细原因 现在目前在清查机械的状况 对于公车漏油导致民众受伤 仍在议会的金融市长谢国良 先指派副市长邱沛林 前往医院关心慰问 议会结束之后 再亲自前往探视伤者 感到非常的难过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有打电话 给副市长 请他即刻前往慰问 那因为我现在人在议会 那我在议会结束后下午 我会立即的来探视这些伤者 并且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那这件事情的起因 是在我们公车处的老旧公车 来做漏油 那这些老旧公车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把它态换 预算也已经在去年就到位 那这个因为中古车的市场 非常的稀缺这一类的车子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努力的 也赶快把这些老旧的公车 来把它态换掉 市府强调 深夜11时接获公车漏油通报之后 警方随即派员到现场交管 环保局也派员到现场 清理路面机油 除了会对商者负责到底 也会调查漏油真正原因 记者黄少铭吉永报道 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希望可以推动吉永市升格为直辖市 因此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结果出炉提交市议会 让议员们了解 同时由民政处继续编列300万元追加预算 持续宣导推广 议员们对于再持续编列预算 宣导推广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决议删除100万元 吉永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希望可以推动吉永市升格为直辖市 因此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结果出炉 报告中指出 吉永市和新北市 因为地理人文相近 合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最小 又可以争取到直辖市的资源来建设 因此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市长谢国良个人 则是希望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 一起合并还是最好 如果您问我的话 我当然认为说 以台湾跟大台北都会区的一个形态来看 直接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共同合并成一个大的直辖市 当然是本席认为最适合 不认是最适合基隆 也是最适合整个区域的一个直接的做法 那但是这个就牵扯到 三个直辖市、县市政府的一个行为 那而且要他们的同意 他们的背景等等 那单纯看最容易的方式 很可能就是把这个基隆跟新北 直接两者来合并 因为这样不牵扯到台北市 但如果你问我最适合的方法 我当然认为 将北北基就是台北、新北基隆 合并成一个直辖市 都是最适合 那各位指导的其实都很有道理 我们全部都接受 这份调查报告也提交给市议会 让议员们了解 同时市政府明证处 继续编列追加预算300万元 提交议会审查 用于持续宣导推广 但是议员们对于争取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几乎没有意见 而是对于再持续编列追加预算 宣导推广有不同的看法 不要说呢 包含这个警察人员就好了 他要调动的话 也都是希望到新北市去 为什么 福利好啊 他因为到共僚双西去也好啊 做的事情都一样啊 可是呢 待遇就不一样 为什么 六都 现在推动刚好 因为现在是我们赖行政院长 也变赖总统啦 这是我要强调的 所以我希望市政府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第二个公平原则 北北基生活圈啊 基隆夹在双北中间 对基隆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们是省辖市 拿不到台北市 拿不到直辖市的什么 福利跟政策 那今天要更精进的 让市民了解 假设未来有机会 我们跟台北或新北合并的时候 我们的力气在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让中央认同 让其他两个县市认同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这笔经费 假设不做的话 那我们是空谈 跟双北去合并 不管台北还是新北 人家根本没有意愿啊 这两个市长他们的 这个回复都很含蓄啊 他只是不好意思 让我们下不了台 所以他讲得很含蓄 那我们要往下走 基隆的市民有这样的 高度的期待 这个是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 但是你要赶快的去 进行下一步 那你现在还要凝聚共识 我不晓得这个 这个300万到底 还要凝聚什么共识 卡住的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需要去 花费这个预算来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还是民意不够支持的话 我们花这300万 来做这个iVoting 来做这个相关的 共识凝聚的这个相关的作业 那才有意义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共识 都已经凝聚了的话 那我们现在究竟卡在什么问题 这300万是不是应该 花在那一个问题上 那和民意调查这件事情去年也做过了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第一个 你刚刚已经说出了你的看法 你会认为说 照研究报告来讲 跟新北合并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 你当然期待做北北基的一个合并 那我就觉得 你就朝这个方向 先跟双北市长先沟通啊 还有需要再做所谓的 另外一个研究案 报告再出来吧 那本一两百页的研究报告 我跟你说 你光拿这本去找新北去谈 去找台北谈 我觉得就有一个依据的基础了 为什么还要再进行 这一个部分的预算编例 我不懂 不过也有议员明白指出 所有议员应该要在这笔 推动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 宣导推广预算上签字 证明自己真的支持 因为合并升格后 基隆市议员的席次只剩三席 先拿一张杂大家都签 同意说要来做这个合并的动作 因为以后啊 现在是三十一位议员 如果合并之后啊 基隆市剩下三位 三位议员 大家如果都同意 都同意我们再来 做这个预算要不要三 如果大家不同意 你做这个预算之后啊 你去执行 大家都说到消失 你们议员都不能同意啊 我们知道 大家判了 最后市议会决议 删除这笔预算一百万元后通过 其实根据地方制度法第七字一条 也不是由地方提出 是由内政部提出 所以相关的规则都有 那也会经过非常多年的一个国土规划的共识 才会有一个改变 所以如果市政府提相关研究 我想大家表达意见是应该 不过现在在审查的预算 其他的意见我们就作为参考 那也把我们议员提出来的作为他们市府后续的研究 这样子好不好 如果双方 我先把这个我想下的结论讲一下 如果双方刚刚讨论有共识 因为各方的意见我想就请市政府纳入研究 我们预算砍一百万删除一百万 然后请市府下次定期会时 将执行成效向本会报告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